我们这一节主力说一下家里建设的业绩 业绩之后看到它都保持升2% 它中期收入按年就增长1.8% 去到超过54亿 而基础日利是升1.5% 去到17.4亿万 至于股东应佔日利就少了3.7% 但是幸好中期息维持每股仍然都是派4毫 大数小赚了 但是没有减股东的派息 那是不是也算是这样的 是的 其实如果你说算家里 其实这次当然你说看大数 就倒退的 但是如果你说看核心方面的一个盈利 其实都是维持15%增长 因为其实去年方面和其中出售了两个方面的 香港方面的一个货倉 其实有一个叫非经常性的收益 但是如果你说看派息 好实说过去的表现上 其实就算有疫情各样都好 其实它都维持那个派息的状况 其实你现在来说 就算派4毫子 其实都跟过去连续是三四年 那个数字都接近 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现时来说 你看看派息比率 其实那个派息的股息率 超过9厘的 所以其实相对来说 这一点都可以继续挽留得到 这些投资者的信心的 好了 现在看本港的地产股 我想大家都不单止内地 连香港这些 我们都要看负债 财务稳不稳健 这些触发点都是由新世界那里 之前被人谣言传去的 那些债务问题那些 那些投资者都想 他们可能内地的投资多 那本地发展商当中 他们就负债比较多 所以股份都受压了一段时间 加利建策又怎么样呢 它就中期净借贷 398亿 现今有165亿港元 如果那个正负债比率 其实是只有33.3%的 跟去年年底差不多 而集团还说 它有未动用信贷231亿的 它的正负债比率 其实你看这个图 其实就不是很高 对比新世界 但当然对比更加大的地产商 它就算高了一点 但是问题 Jason 这个33%负债比率 你在现时这个高息的环境底下 是不是都尚算可以接受 尚算可以接受的 那当然了 那你说过往十年为例 那其实三成多的负债比率 好实说都还是比较低 那现在这刻当然 大家比较关注 就是在那些息口 一路向上移动的情况下 很多的一个债务 那其实那个利息的成本 是一路随升 那这一点其实就大家有一定忧虑 那当然要是负债 就是可不可以资金有个正常一个回笼的状况 才会令到大家忧虑性可以降低 因为其实你很多的地产发展商都是的 那卖楼之后 那其实就可以就令到那个现金流动 流转的速度 维持得到的时间 那这个负债比率我觉得是一个叫健康的水平 那当然你更低的负债比率 大家就更加安心了 但是如果你以一个叫地产发展商的角度来计算 那如果你说那个负债比率 你说完全是正现金的 那其实你变了大家都对它的发展规模 或者未来的资金的调配能力 或者运用的能力 是会较为之低的一个期望 但是如果你说比拼 当然你比16号那些可能是一成多的一个负债比率 那加利现在就33.3 那其实相对来说好像看上去是比较高 但是如果刚才开始前都说了 其实现时来说加利已经是叫大半只的一个内房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状况 那其实你可以比较就是其他内房来到比较 当然比较一些优越一些 好像688那些 那其实刚刚都出了数了 那其实688说的负债比率是37.7 那所以相对来说加利建设来说 现在说33.3也都比它连续33.6是低了的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忧虑就未至于太大